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夏,今天的话是在四汇天荒水水市场这一边的 那么过来这里呢,主要的话是帮粉丝预见翡翠的一个山水牌 它要求的话就是一个红加绿的一个料子 预算的话是在小鲜的一个价位 能不能遇到合适的呢,这边的话先转换一下镜头 也带你们一起走进市场,慢慢找找看哦 山水这一边的话也是比较多的 最主要的话它是想看一些就是带有色泽鲜艳一点的 这两款的话也是一个山水的排行 但是呢,它就是一个仿骨的一个形状来的 给你们看一下,春彩的一个料子 比较凸显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色化 这种要一对走的吗?一见也行 一见也行的,哇,这一对的话还是很好看的 来这边看一下,这一款的话更像花开富贵的一个题材 风生水起 也是一个双面的一个雕工 但是它这一边的话是比较简洁一点 料子那一款的话不算特别的好 这个颜色漂亮 这个的话几乎是达到一个蛮绿花了 但是它这边的话是带有少许的一个黄匪 种水的话不是很好 像这一种呢,它是一个色泽 种水的话是比较好 已经是带有少许的一个冰感料子 而且尺寸的话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它这一边的话币列也是特别明显的 这一款 这一款的话也是可以当一个手把件了吧 整一个很圆润 你这一种要什么价格?这一件 一块两千八 这一款两千八 带有飘花的一个料子 但是这一款的话也是比较粗糙 形状很舒服啊 当手把件 挂件其实也是可以的 春带彩这一款的颜色很鲜艳哦 它是一款龙牌的一个题材来的 双面的一个雕工 这一款色泽比较辣色飘花 你这一种要打多少? 这个龙牌 对啊 龙牌这一款的话色泽漂亮 但是它料子 这一款的话是一个四千六 那么像这一款的话 它是一个三彩的一个色泽 还没有达到皇家绿的一个品质 肉白是比较多的一个山水牌子 这一种的话底子也是会比较弱一点 价位的话是大概在两千左右还是可以的 这一款的话要好很多 它也是一个皇家绿 就是色花方面的话是比较凸显出来的 而且整一个呢 它的一个底子很细腻 料子的话也不是说那种干的一个 带有水头油润油光的一个料子来的 题材的话也是雕刻的很丰富 整一个牌型呢 它是属于比较正装的一个方牌来的 你这一款实在一点的价格吧 你打一个最低给我 还有另外一款呢 就是它这一种的随形的 方牌这一款呢是大气很多 而且色花的话是比较多一点的 这一款的话是最低五千五嘛 价格有点高啊 就这一款吧 直接四千五的一个价格打包了 谢谢大家 的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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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花 一花 在一花 的一花 有点花